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去年五月份 我拥被和自己的前夫孟凡红发生了一次激烈的家庭战争 后来协议离婚 结束了16年的婚姻生活 实际上提起我的家庭 很多人都很羡慕 因为前夫孟凡红啊 人心地很善良 也勤劳肯干 没有什么不良事好 我的女儿孟祥雪 今年12岁 也是爱学习 比较懂事 还很谈古争 人们都喜欢她 可是就是这样的一个家庭 看起来非常好 却因为经营无方啊 也就是说不会经营她 不知道夫妻之间还应该有道 要怎么样的把这个家过好 不懂 结果把家过得这个支离破碎的 这么个好好的家就走向了破裂 实际上回顾过去啊 回顾自己的这个 16年的婚姻生活 提起来是很是心酸 很痛苦啊 可是为了让更多的家庭不再经历这种痛苦 我呢 今天呢 也是在此 愿意和大家真诚地分享 我从小啊 因为上头有哥哥姐姐 他们呢 都承包了全部的家务 我几乎是在宠爱中长大 很少帮助父母和家里人做事 这个非常不好 结果就养成了一身的傲慢习气 还笨手笨脚 处理家务处理不好 结婚的时候呢 只是单纯地想 我找个好丈夫 找个好男人 那这一生肯定是幸福了 所以呢 很庆幸地 遇到了我的前夫孟帆红啊 大家也都对他很满意 那时候不懂得 婚姻 好的婚姻 有好的开始 还要用心来耕耘他 经营他 如果经营无方啊 如果呢 没有到 不在道上 这个家呢 肯定呢 会出现问题 当时不懂这些 上学 学校里也没有讲过 也没有想过这些事 父母呢 亲人呢 好像也没有告诉说 你结婚以后你应该怎么做太太啊 好像没有学过这种东西 在上班的时候啊 有一些同事呢 大家在一起 在讲什么 这个 这个女同志们坐在一起 就讲 在家里如何 训夫有数 让男人们都 服服帖帖的 当时也觉得 这个不大对 可是也真的不知道 什么是对的 真的不知道 应该怎么做太太 于是呢 就这么稀里糊涂的 持这儿上岗 当太太了 真的是不懂 后来呢 也是在 也不懂得 怎么当妈妈 怎么做母亲 有了孩子了 也就 好像这样的 就当妈妈了 因为不懂啊 生活呢 不像自己想象的那样的 一帆风顺 因为啊 这样的自己 处理不好家务 做事就觉得累 就抱怨 尤其有了孩子以后 一堆的事 就好像是 铺天盖地地就 压到自己的身上 当时因为双方的父母 都不能方便啊 帮我带孩子 所以说 我就自己啊 带着这个 这个非常弱小的孩子 那个丈夫在外头啊 挣钱养家 当时呢 也不懂得啊 养育子女 那是母亲的 第一重要的一个事情 是第一要职 比什么都重要 当时我反而觉得 这个孩子 应该让爷爷奶奶给看着 因为我好像就想 我给你们 孟家生孩子了 你们应该替我看着 我呢应该上班工作 因为好像从小 就有这个志向 就是说 这个女人 就是好好学习 成绩好 然后呢 找个好工作 将来怎么怎么的 就这样 结果因为照顾孩子呢 自己不能去工作 甚至到最后啊 就是好像把工作也就辞掉了 因为真的是 没法 不能把孩子托给谁 只好自己带 这个实际上 现在想起来 这是很幸福的一件事 当时怎么就不明白 就觉得这个很痛苦 就觉得很抱怨 就觉得 哎呀 因为他孩子 耽误了自己的工作 耽误了自己很多的事情 真的是 心存抱怨 这个人 一有抱怨之心呢 哎呀 这个心就不痛快 就狭窄 就小度即长的 看什么事情 就不顺心 尤其跟自己的丈夫啊 总是叽叽歪歪 因为一些家庭琐事 就争来吵去 在弟子规上讲啊 就说是 恩欲报 怨欲忘 抱怨短 抱恩长 你那会儿不懂 却正好相反 有时候呢 夫妻争执过程中啊 丈夫说了一些过头的话 我就老记着 甚至一记 好多年 心里一不痛快 我就给他抵露出来 猪小辫子 我就说 你曾经怎么怎么怎么样 你曾经跟我说过 说过这样的话 说的 数了的丈夫 哎呀 特别的烦 特别的痛苦 搞得自己也是 很烦 很痛苦啊 真的那会儿 怎么这么傻呀 真是啊 好日子 不会好好过 为这事 你说总是烦恼 后来呢 原来呢 也是总 结婚 刚结婚的时候 搞对象的时候 也说啊 爱呀爱的 说了好多 那会儿说实话 真的不懂得 什么是爱 就不知道爱是 要体谅别人啊 考虑对方的感受 就觉得我爱你 你应该对我 怎么怎么样 实际上这是一种 有求的心 这个爱字 这一有求 今天我明白了 这真不是真爱 不是真爱呢 就是苦 哎呀 一有求 就苦 我觉得你怎么 你应该对我 怎么怎么样 你应该 为我做什么 做什么 结果特别苦 苦了自己啊 也苦了别人 实际上我的 这个前夫 孟凡红啊 他特别爱孩子 特别爱家 特别的顾家的 一个男人 当然有时候 对女儿就过于宠爱啊 我们弟子归也有讲 说应该 劝谏的时候要 疑无色 柔无声 哎 那会儿不懂啊 就遇到一些情况 历史就翻脸 当着孩子的面 就说你 你怎么这样这样的 你怎么那样那样的 你们知道 这样的会害了孩子 你怎么怎么怎么 历史就开始 数落的 这个丈夫 一无是处 搞得孩子呢 也是左右为难 不知道该听谁的 后来呢 慢慢慢慢的 我们发现呀 孩子谁的话 他也不怎么爱听了 哎呀 真是 哎呀 太太 太失败了 曾经呢 总是因为一些小事啊 现在提起来 真是不值一提的 这些小事 争争吵吵啊 吵得天翻地覆的 有长辈呀 曾经还劝告过我 说的 哎呀你呀 要得礼 要饶人啊 礼职 要契合 我当时 很不理解 很迅速就反驳 我说凭什么呀 凭什么我得礼 要饶人呢 他明明是 无理脚三分 我至少 我还有礼呢 凭什么让我饶他呀 结果呢 你这样的想的时候 自己真的是 特别生气 你想想 现在想想 你说 多傻呀 你饶了别人 实际上是饶自己 是不是啊 你生活本身 应该好好的过 很幸福 结果呢 搞得那么痛苦 哎呀 就是这样啊 我后来 我才明白 这种 有求的心 这种抱怨的心 这种 小肚鸡肠 不能容人的心啊 实际上 就是一种 自私的心 当人有 自私的心的时候 必然 就要产生矛盾 有了矛盾 那肯定呢 下一步就是什么 就是战争 最后呢 哎呀 肯定是毁灭 我的家庭啊 就是真是 就是照着这个 一步一步地走过来了 就去年五月份呢 也是因为一些 家庭的琐事 我们夫妻双方啊 就又开始 争执起来 后来呢 真的是发生了 这个激烈的 这个 这个 战斗啊 战争 哎呀 当时我气急了 我就气了 气昏了头了 我就 我就跑进厨房了 我就拿起菜刀 我就当当当 我就逮着什么 砍什么 当时特绝望 就觉得这个婚姻 真的是 真的是太痛苦了 真的是 一点希望都没有 我就觉得 哎呀 这生活太黑暗了 哎呀 真的是家庭不幸福 好像 真的什么都没有意思了 哎呀 当时 那种疯狂的状态 我好像 今天想起来都是 哎呀 都是 真的是不忍回顾啊 后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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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我的女儿 实际上我 我最对不起 我的女儿 孩子一声 惊恐的尖叫 孩子 他惊恐的尖叫 真的是 在孩子幼小的心灵 深深地老上了 这次痛苦的老年 后来 在孩子的 同意之下 我们夫妻 协议离婚了 当时我以为啊 离婚以后啊 就远离了矛盾 是非 就不会再有战争了 可能就会 后半生 就会 过得平稳一些 可是事实 说明 离婚 真的是不能解决 任何的问题 因为 婚姻本身没有错 错的是我们自己 这颗心 离婚 怎么能解决 婚姻的问题呢 谢谢 非常感谢啊 我生命中的贵人 我们一位 唐山铁路楼 赵壮铁路楼的 居委会的书记 刘松霞大姐 刘松霞大姐 他正在我人生 最黑暗的时候啊 他给我介绍 说 咱们唐山啊 成立了一个 传统文化教育协会 这里面讲 弟子规 你可以去听听啊 当时我还想 弟子规 是教孩子的啊 因为一直心中 对孩子有愧啊 所以呢 一听说是 要教育孩子这事 我说很好 我说我去 于是我就去了 去了以后啊 结果一听啊 哎呀 这个协会的 这些老师们 他们太让我感动了 他们那种 不计名不计力啊 那么辛苦的奔波 这些老师们 他们走社区啊 去学校啊 到一些养老院啊 做这些 弘扬传统文化的 这个事 是他们这个行为呢 真的是深深感动了我 当时我都 很奇怪啊 我说 世上还有这样的人 我那会儿 我真的我不知道 没走进协会之前啊 我不知道我们社会上 还有这么多的 这么好的人 那后来 韩协会啊 推荐我到 去年八月份 参加了一期 那个卢江的 幸福人生讲座 四天的学习 哎呀 我才终于明白了 这个人生四十年 真是过颠倒了 过冤枉了 自己真的是错了 原来没想过 自己还会有错啊 这个是太 太失败了 就是太后悔了 自己没过明白 在这个糊里糊涂的 这四十年之中呢 我们真不知道 自己的错误 走了多少弯路 又伤害了多少个人 后来我就反省我的婚姻 我想 就是因为自己曾经啊 这种狭隘 自私 有怨 有求的这种心 然后呢 让自己的婚姻 一步一步地 就走向了 这个离婚的这个结果 这个一点也不是 这是真的一点也不是说 偶然的事件 真的是非常的 痛苦 痛苦的经历 哎呀 真的是 后来呢 我又真正地感觉到 这个 离婚呢 真的是 首先是大不孝啊 这个父母 我家人呢 都处于一种 痛苦之中 那会儿总感觉 自己的感受是 最重要的 从来没有想过 他人的感受 尤其是对孩子 那是最大的伤害 我们 当我听到 萧陈寅老师讲 爱一心伴孩子成长 这堂课的时候 讲到了 夫妻离异 夫妻的矛盾 那个孩子呢 就像置身于 这种 那个地震中的 那种房屋里一样 他 他抓哪儿都抓得 就好像没有 着老一样 那种惊恐绝望的 那种感觉 哎呀 这个大地母亲呢 他发生了这种地震 哎呀 他是何以忍心啊 抛弃他的孩子呢 当听到这一段的时候啊 那真的是 那个泪啊 流的真的是啊 不能控制 所以说 感谢弟子归 感谢所有的老师 感谢所有啊 洪传圣贤文化的 这些人人知识们 因为由你们搭建了 这个平台啊 使我真正的 开始了忏悔 开始了反思啊 忏悔和反思都很痛苦 但是啊 这才是我人生的一种转变 我就简单前分享这么多 下面呢 有请我的前夫 孟帆红 他来讲几句 好 先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孟帆红 来自河北汤山 我是一个 失败的 丈夫 结婚十六年 去年 我是爱的 太太 炒了我的鱿鱼 丢而去了 我对疼爱的女儿 竟然 只是她妈妈 非要在 非让我在这 离婚协议书上 签字 人生 走到这种地步 真是太悲哀了 一个家庭失败的男人 他工作再努力 挣钱再多 事业再辉煌 是不幸的 是没有意义的 人生失败了 我觉得 什么样的成功 都不算成功 其实我很要面子 记得刚结婚 记得刚离婚的时候啊 我的嘴很硬 其实啊 但是啊 我心真的慌了 将来没有太太 这日子将来怎么过呢 我还有一谈生意 忙得不可开交 真是左右为难 嗨 真是 离婚 办的手续 比结婚办手续还痛快 当时 我百思不得其解 我明明是爱着家庭 爱着太太 爱着孩子 为什么出现这种结局了呢 经过 这几年的拼搏 日子呀 一天比一天好 经济状况呢 有所改善 为什么 钱多了 这幸福 越来越少了 孩子呀 一天天长大 他要什么 我都给他什么 也不在乎 花多少钱 但是 孩子呀 越来越不听话了 我非常的 痛苦 去年 五月份 因为也是 小事 我也不问 清空照白 就把 太太打了一顿 而且 我想 当时也不知道什么 我想用 通过暴力 能够解决一切 没想到 造成的结局很惨 其实 过去 家庭也 吵吵闹闹 也很多 我觉得 都是小事情 打一打 吵一吵都过去了 现在 想起来 家中 五小事 小事 如果处理不好 就会变成 大事 离婚 这消息啊 父母知道了 几天几夜 睡不着 我回家的时候 看见母亲 腰更弯了 背更坨了 我心酸 我非常的心酸 也见到母亲 就哭了 爸爸说 你们执事文化 都挺高 怎么就 说离就离了呢 也没有 征求双方的父母同意 你们说办就办了呢 其实 家里 出现这么大事 我真的 什么后果没想 我也想到 我 作为男子汉 你看看我 没有 这个太太 我照样能过好 我是这么想的 所以说 就离就离吧 但是没想到 父母 这么担心 双方啊 这兄弟姐妹 整天为我们 担心 许多亲朋好友啊 替我们晚些而流泪 我真是 大逆不道 我觉得 有一件事 很对不起 太太 因为什么 我呀 我们家是 单穿三代 到我们这儿呢 是 兄弟 三个 我是老大 这样呢 又是长孙 又是 长子 从小呢 爷爷奶奶 对我们疼爱有加 但是我也养成了 不好的 习惯 就是呢 在这家里头啊 有家长作风 指手花脚 啊 罚后使命 看这个不好 看这个不好 看那也不好 抱怨 指责 但是把这种风气 也带到了我们的小家庭里头了 结果 对太太 对太太 也是指手花脚 我记得有一次 中午 因为生意上 这员工 这员工 也没好气 看见太太正切菜 做饭 这切菜那是菜花 看有黑点 我的 横甲指责 我说这菜能吃吗 我说为什么不买好的 反正是当时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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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是那个感觉是非常不好 我也没在意这个他母亲啊这个照顾幼小的孩子这么辛苦就争吵了起来 结果呢孩子醒了吓得哇哇大叫 我太太啊就把这个菜花 顺着这个这个阳台这个窗户一下子给扔下去了 当时我们是住一楼啊 一层 幸亏没有砸着人 真是 通过这一次以后呢 太太呢 也很少给我做这个菜花这个菜了 真是恶有恶报啊 我其实我很爱吃这道菜 啊 这个在孩子教育方面呢 我呢和太太也经常发生分析 不同看法 这个 时间到了 我再是把这事儿说啊 这个 孩子教育问题啊 我说这个 一看着孩子学习挺辛苦 爸爸呀总想疼爱孩子 我说大人闲着 咱们 让他睡这个这个 这个洗洗碗 洗衣服 我说大人闲着让孩子干 你这怎么当妈妈的呢 所以说我回家的时候 我一看这个我都挺不高兴 所以说现在通过弟子 通过学习弟子规 我深深的 领悟了 这个教育孩子 也要有很大的学问 所以说在教育孩子方面 我 真是不配当爸爸 我真的很糊涂 通过学习弟子规 尤其是在 济南 脂肪栋 这次学习 学习的这四天 我深有感动 当时这四天啊 我真是泪流满面 始终眼睛啊 含着这个泪水 我很后悔 我在这四天我也非常感动 我也非常惭愧 行后我就说这么多吧 感谢弟子规 感谢同学们 谢谢 我们谢谢分享嘉宾的分享 那么这对离异的夫妇 究竟后来又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现在我们想特邀 唐山市陆北区民政局局长 刘玉生 局长上台来 为两位做一个见证 为我们两位当场颁发结婚证书 这个 徐荣老师是我们唐山市陆北区教育协会的辉员 也是教师 在这个教学上精心耕耘 无私奉献 在弘扬传统文化上 为人师表起到了师范带头作用 近日在我们陆北区婚姻服务中心 递交了结婚申请 今天很荣幸 我讲这一部平常的证书 发给经过 传统文化这特殊媒介 在这特殊日子 续写婚姻华章的 二位新人 那我们在座所有的参会嘉宾也同时作为了这对新人的见证人 让我们大家祝福他们 也深深地祝福他们 谢谢 好 下面我们请刘局长 请刘局长和夫妇两人 一起来照一张全家福 那我们还有一位成员 两位的女儿也到场了 好 请给我们的幸福的一家 来一张全家福 因为我们是一家人 相亲相爱的一家人 好 我们谢谢我们的家庆 好 我们谢谢我们的家庆